这个清洁工喝醉酒后 走进了商品的展示橱窗 他按照自己的审美 对橱窗进行了一番改造 引来了众人为观 经理当场将他开除 然而这时 最顶级的时装设计师 男爵夫人来到百货大楼 他非常欣赏这个橱窗设计 于是 艾斯戴拉成功被男爵夫人录用 上班第一天 艾斯戴拉和其他设计师 一起准备了一款新造型 男爵夫人看过后 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 但他唯独在艾斯戴拉的面前 停了下来 拿出一把小刀 砍下了礼服的袖子 也划伤了艾斯戴拉的手臂 但男爵夫人不仅没有歉意 还抓起艾斯戴拉的手 随后 男爵夫人高傲地离开 但艾斯戴拉却露出了笑容 只因他获得了认可 从此以后 艾斯戴拉成为了男爵夫人的助理 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然而这天 艾斯戴拉在男爵夫人的脖子上 发现了去世妈妈的宝石项链 他这才意识到 男爵夫人是害死他妈妈的仇人